但是这些传统的征婚方式 跟今天咱故事里这小伙子 采取的征婚方式一笔呀 那些都是弱爆 今儿这小伙儿为了征婚 用了247天 一个人开着面包车 跑了27个城 走过全国260多个城市 总形成超过8万公里 8万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绕地球 两圈 小伙子名叫金英琪 黑龙江城双城 现年28岁 打眼一看呢 小伙儿个头虽然不算太高 但体格还算是壮实 算不像什么双眼包皮 但是五官端正 龙祸惊喜 是个东北纯野 您再看看这场面 拿个小喇叭 边走边要 现中金虽说是个开放的年代 可在大街上征婚 这也算是个稀奇的事 提到找对象 小金说了 他原来有个女朋友 可是人家呢 嫌他太能折腾分手了 这话怎么说呢 原来呀 2005年 小金大学毕业之后 用了两年的时间 骑着自行车 环游全国 为北京奥运会喝彩 2007年 他又踏上了梦想之旅 骑着摩托车 宣传奥运精神 这一次呢 他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途中还经历了 汶川大地震 曾作为志愿者 参与当地的抗争酒栽 所以说 那几年 小金一直在全国各地环游 不怎么招家 你朋友的心里呢 渐渐地产生了一些想法 觉得小金这人不踏实 于是提出了分手 女朋友的离开 让小金心里 受到了强烈的挫折感 而那个时候 又恰逢他刚刚送汶川回来 灾区震后的场景 对他的触动很大呀 他深深地感受到了 生命的脆弱 无常 短暂和宝贵 于是尽快找到真爱 组建家庭的想法 越来越强烈 我想找对象 想结婚 想有一个稳定的家 我感觉到人生非常短暂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心情期真的不知道 我想在短暂的人生 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女朋友 2011年的2月 小金第三次踏上了周游全国的旅程 这一次呢 是为了征婚 第一站就是省城 哈尔滨 他还给自己征婚的行程 起了个名字 叫征婚 游天下 为爱中国行 车上和衣服上呢 也全都设计了标语 要说这全国征婚 技术含量不算高 光是简单 就是拿着喇叭呢 站在大街上吆喝 见了人呢 叫递名片 我是开车走遍全中国 找对象 找媳妇 寻求真爱 相识就是原味 那一只呢 就是 就是个朋友 我们就是好朋友 小金说 一车一喇叭 十万张名片 外加我一颗贼唇贼唇的真心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原来小金为了这次征婚 特意买了辆二手面包车 吃住呢 就全都在这辆车里 就这么着 寻找真爱之旅 这就启程了 要说东北女孩 应该算是够豪爽的 可是在海尔滨大街上 邀个两天 愣是没一个女孩 搭理小金 但是小金没有起来 她开车 去了长春 长春女孩 也没人耽误 接着 她又去了沈阳 大连 从关外到了关内 无论到哪儿 情况几乎都差不多 看热闹得多 相亲的伤 您说找个媳妇容易吗 这都快精神分裂了 这一路上 小金遭了不少 一样的眼神 可是小金说 没关系 找自己的媳妇 让别人说去吧 再苦再难都无所谓 可问题是 这媳妇没找到 小金却成了网络红儿 您看啊 她每到一个城市 都拿着喇叭 站在大街上吆喝 见了人就递名片 做梦都想娶媳妇 这样的做法 除了猪八戒也没人干过呀 她这种做法 还真惊动了很多的媒体 在网上呢 还有人给小金 起了个戳号 叫东北征婚歌 这个戳号呢 比名字还响亮 这个时候 一些正在热播的 电视征婚节目啊 就开始邀请她 参加完节目之后 小金就觉得 那些女孩和心理专家呀 都是不赞成她 全国征婚的 而且她们说话 一点都不客气 这类小金打击还真是挺大的 她决定 再也不参加相亲节目了 曾婚呢 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原定计划 进行打击 没有比人更高的筛风 没有比脚更长的大祸 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事 有人就说了 小金电视相亲失败 是不是故意的呀 是为了吵自己吧 还有的说了 那么多东北女孩 都没合适的 非得在全国找媳妇 你炒作作秀就是啥 其实想想 我就是找自己的媳妇 让别人去说吧 是不是 我找我自己的媳妇 我找一个女孩 能看懂我 能够读懂我 能够认可我女孩 找自己的媳妇 让别人去说 抱着这种信念 小金继续她的寻爱者 一转眼 七个月 离开家乡大半年了 走了大半个钟 我真够信任的 这一战就来到了成都 小金呢 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我也预感到 这个案情马上进入 那个尾城 尾城阶段 我就当时想 云归川 也许就是 画上句号 到了成都 小金觉得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 当地的人生活很悠闲 很安逸 一壶茶 能慢慢的喝一天 大概是受到了这种 地义文化的影响 跑了七个月的小金 感觉有些累了 她想把成都 作为自己全国征婚的 最后一战 希望在这一战 找个川妹子 领回家 当媳妇 那么说到 金英奇 真是奇 走了大半个中国 来到成都 想找个川妹子 当媳妇 而且她预感 成都将会是她 慢慢征婚录的一个句号 几天之后 小金和一个名叫杨杨的女孩 约好在咖啡馆见面 在约会之前 小金专门买了一束 象征爱情的 小金对这次见面 用咱东北话说 那是相当的重刺 特意打扮了一番 还戴了个墨镜 这个女孩杨杨有些害羞 也戴着墨镜 这样一来 现场气氛 反而有些 像特务鞋头 不太自然 东北的纯爷们 爽快 一点不切成 小金对女孩 也有自己独特的喜好 她喜欢头上戴蝴蝶结的女孩 看见杨杨没戴 小金非要这杨杨戴上一朵玫瑰花 这个女孩让人家女孩有点不高兴 但是小金没看出来 端然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异常戏 我爱你 我喜欢你 我就喜欢你 我不知道为啥 你这个 给我种感觉太澎湃 我死亡心不清 痛治不住 杨杨戴着眼睛 我会想到一个盖头 那个词吧 那个歌怎么唱的 掀起你的盖头 来让我还看一看 你的眉毛戏又长 好像那个树上的婉约 能看得出 小金很喜欢杨杨 恨不得马上牵着杨杨的手 领结婚证 可是杨杨对小金 好像并不是那么有意思 我现在我知道就是 有个温定的动作 也许小金投入角色的太快 有些夸张表现 让杨阳有些不耐烦了 小金见情况不妙 立刻叫来了咖啡店的服务员 本想在女孩面前 展露一番的 结果没成想 却适得其反 看见这些 人家姑娘害怕了 连再见都没说 就像风一样的 离开了咖啡店 那么小金这一招 是从哪儿学的呢 我曾经是从哈尔滨提供队 四季全程 自如说有个女人 自如说非常非常厉害人 当时应该说 我上场的气势应该说 非常非常生猛 当时上场的 每次大比赛都是 上场上 上场的时候 先拉架势应该说 小金真是够生猛的 尤其是那大叫一声 本来貌似李小龙的架势 可惜却用错了对象了 人家姑娘是典型的江南女子 哪经过这阵势 结果把人家姑娘吓跑了吧 在外面大半年 跑了大半个中国 也没找到媳妇 小金是 无语问苍天 喊泪问大帝呀 难道就这样 无功而返吗 大张旗鼓的全国争婚 最后没找到媳妇 又开着破面包车 移而回家吗 丢死人了 东北人可好面子 小金本来想把成都 当成争婚的最后一战 没找到媳妇 还得接着上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网上一条关于她的视频 再一次让她陷入了网友的质疑声中 媳妇啊 更难找了 这段视频的意思呢 是说争婚是为了宣传家乡的旅游事业 怪不得 咱们仔细看看金英奇的那辆面包车 上面是黑龙江双城 欢迎您的字样 她的那十万张名片上 除了她个人的介绍 还有双城市的简介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 整了半天 您这高调的征婚只是个幌子 其实这是个精心策划的炒作吗 这个炒作作秀吧 如果要是一个有意义的 对地方经济有发展 对宣传家乡有好处 我说这种炒作 我是非常愿意做 这个人名叫王玉国 是小金的好朋友 双城市旅游局的副局长 她的意思是说 小金征婚这事 她的确有过参与 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她得知小金 要全国征婚这个想法之后 凭着自己职业的敏感 王玉国就想 怎么才能又找上媳妇 又为家乡做点贡献呢 哎 小金啊 你出去征婚的时候 别光顾着吆喝自己的事 您这样呢 也顺便介绍一下双城市的风土人情 让大家呢 记住你金英旗的同时 也能记住黑龙江双城市 一举两得 一剑双雕 小金一想 也是啊 饮水不忘思源 出当远门 也算为家乡做点贡献 这个疑问解释清楚之后 小金离开了成都 来到了古都西安 这个事 从家出来这么久 一路上奔波劳顿 小金已经很疲惫 真想躺在自家的火炕上 美美地睡一觉 对于全国争婚的过程 她也渐渐开始厌倦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她接到了一个女孩子 打来的 不是西安的 是重庆的名叫张丽 当时也听很多人 就谈论过这个事情 就周围的一些 那个同事和朋友 也谈论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人挺好玩的 我刚开始想逗逗她 张丽无意中在电视里看到了小金 她觉得这个东北小伙子很帅真 很坦诚也很阳光 出于好奇 张丽给小金打了个电话 两人约定 当天晚上通过网络视频见下面 小金和张丽两人在网上聊了十分钟 小金就开始向张丽求婚了 这种速度真是闻所未闻 比闪电还快 说来也并不奇怪 你想她离开家乡都八个月了吧 跑了大半个中国了 媳妇的事还没个眉目呢 着急 在视频里一看 哎呦这张丽还挺漂亮 既不可施施不再来 赶紧向人家求婚了 结果呢 哎 人家就答应了 我以为她说笑 我知道吗 纳于就是面都没见 我就即使说有一见重心 这个我也相信有一见重心 但也不可能说面都没见 就是在网上吧 就聊了十分钟 就说 哎你嫁给我吧 可能吗 不太可能吧 那我也 你知道重庆的 性格都比较好 好 反正就当开玩笑 张丽呢 本来是开局玩笑 可是小金呢 当真了 她立即开车 赶往重庆 和张丽见面 她挺真诚的 她很多事情就说 她跟你直说 就是有什么 她就我跟你直说 就是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感觉吧 也挺好 张丽比小金 小两岁 硕士学历 在一家五星级酒店 做人事部经理 女孩子条件不错呀 小金用她的憨厚和直爽 打动了张力 两个人决定 过几天就去领结婚证 但这个时候 小金的心里 反倒有点忐忑了 她担心姑娘的父母 不同意 我说我要看家人 你不让我看家人 你不让我看一遍 我说要不看家人的话 我只是激情 我不能为 我当时心里也是 犯底部一样的 当时我还想 小女孩也不能骗我 什么东西的 骗我身上啥 也没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家里也挺意外的 刚开始我家里挺反对的 然后就觉得吧 以前没听说 你交男朋友了呀 怎么突然一下就 要那个付口本 就拿结婚证了 然后家里也挺不理解 原来张丽之所以 不带小金见父母 是因为自己的父母 反对他们结婚 但是后来 小金用真诚打动了老两口 老两口终于 同意了 两人的婚事 就看我也是 比较认真 后期也不反对我 等给完结婚证 第二天的时候 她家人在看我的时候说 今天我们是一家人 我结婚之后呢 也是让张丽嘛 然后叔叔就说 你要叔叔多听见 你好工的 不要多任性 在离开家乡247天 走了全国 260多个城市之后 小金带着重庆媳妇 回到了黑龙江省 新兴乡庆乐村的家 小金的父母 对这个儿媳妇 满意 一百个满 找个对象 还是顶尖基地 你说一种 咱里说是到咱家了 基地说是咱家 回家之后 两人当即 开始准备各种 结婚事 按照东北 这个老家的风俗 两人领了 结婚证之后 还必须要办法 风风体面的婚礼 这样在乡亲们眼里 才算是 两桃子 这样的老家的风景 原来 原来 你的幸福 近在咫尺 爬着你幸福的方向 永远 就是 好 原来 在你手中 对象征的 爱情永恒的 梅文花 现在 请你 你最隆重的仪式 送给你最心爱的姑娘 小金说人家张力这么优秀 对自己又这么好 他一定要对张力负责 尽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好好过日子 让媳妇知道自己付出是值得的 事情发展到这 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小金的全国征婚之礼 更是完美收工 童话故事的结尾 通常都是这样说的 他和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 这只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声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婚姻毕竟和恋爱不同 恋爱可以一见钟情 不用考虑琐碎的柴米油盐 但是婚姻却要面对现实生活 承担家庭的责任 两人相处更需要时间的磨合 所以才会说 相爱容易相处难 话虽然是不太好听 但我的意思 小金应该是明白的 我是希望有情人 忠诚眷属之后 还能够白头歇老